第六题,右图是波伊尔实验的示意图 该实验将空气抽出,发现原本响亮的铃声渐渐变小消失 此实验可以证明下列何者 老师上课讲过,这个实验证明了 我们的声音传播是需要介质 在这里的介质是空气 因为当里面有空气的时候,我们会听得到声音 而当空气渐渐被抽出,声音就渐渐变小 当抽成真空的时候,我们就听不到声音 所以他证明了空气传声,声音的传播是需要介质 这里的介质指的是空气 所以第六题,我们说此实验可以证明下列何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B,声音必须依靠空气传播